郭文貴先生 各位,我是反對第五機制 因為這個機制可能是人體建制的 我想請教一下劉江環先生 如果在九龍東假如陳錦 這次因為Touchwood 因命辭職的話 如果有這個第五機制 又不能說上的 本來民建的支持者就是支持陳錦 支持他愛國、愛港的 不然之間陳錦 因為Touchwood 大家歷史地持了職 而有徒均衡去上任 有一個反對派去上任 那民建的支持者不是很冤枉的 不是很冤枉的 同理,如果下一屆民建聯 亦都是因為有任 持了職,或者Touchwood 講句 然後反對派,執四計 這樣對你們是不是很公平呢? 第二,我想說回 就是在臨時財政運算案被否決 那時候是因為民建和公聯會 因為那些議員是來港 去北京那多了一回 那我想請教大家 假如大家來時這樣說 發生了交通案外 你們大家也是坐在一個交通工具 那全部都是磊爛,不盡物 那我想問一下 不然之間有十幾個議員出決 雖然這個可能是有些是幻想力 不過你不可以循環出去 你不可以走出去 那這樣,雖然之間有十幾個人 那這樣,第五經濟是有人 但是可能是用完了 可能是用完了之後 那剩下一些出決的行為 那你會直選呢?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快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快嗎? 第三,這個第五經濟可能會是 選了一些低認受性的人 例如,可能只有五百叫 他們是沒有資格 是拿到政府的補助 或者是回收報徵禁 那這樣,如果這個第五經濟就是 選到這些這樣的人 那選到的一些是 連拿補助都拿不到 低票數的人 你會不會覺得很荒謬嗎? 那你會想 駁回一下林帥律局長 林帥律局長說 五區公投是浪費工庫 浪費一幾年之外 那政府是否第一個 要譴責陳彭岳先生呢? 因為他遲了職 就是引起區議會的補選 這些不是浪費工庫嗎? 為甚麼政府不第一個 譴責和制裁陳彭岳? 而就是偏偏針的五區公投 這個不是一個雙重標準嗎? 還有,林帥律先生說 批評五區公投只有17% 是偏低的 所有補選的投票率都偏低的 你就拿補選的投票率 混合去正常的投票率 這個是混淆視聽的 不過,你說了好一句話 投票率低是因為民主黨 而你叫民主黨灰國 所以民主黨是可知的 多謝各位 我們來不及其他人 我們來不及其他人 好,有些人請去的 都會 posing